杨幂刘文终止品牌合作,优移品牌被扒入华,一杨千玺却无辜躺枪。 近日,关于杨幂终止了自己和品牌范思哲的合约问题,导致不少网友纷纷讨论起这件事情。 从杨幂工作室声明可以知道,在了解范思哲行为后,第一时间就向Versos品牌发出了解约协议告知函,并停止与Versos范思哲品牌的全部合作。 杨幂终止与Versos合作,代言48天成史上最快解约人,不得不说大秘密也是很单的。 而在杨幂刘文终止品牌合作后,又有一个品牌被扒入华,那就是寄范系,但是最让人意外的是一杨千玺却无辜躺枪。 有网友觉得寄范系的中国品牌代言人是一杨千玺,到现在却没有发布关于终止合约的声明,这点引起了有些个别网友的不满意,甚至是让他滚出中国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